南无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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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说 近些年有不可待业往生 必须消业方可往生 请问您怎么看 其实消业往生或待业往生 这个大概是在民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所引起的 就是有一个趋势 他提出一个往生必须要消业 因为他组织一批随身查经 查出的是一个结论 他讨论往生不是有业能够往生的 不是待业往生的 必须消业往生 那么他也出书 这个论点一提出来的时候 引起佛教界出家在家的反弹 认为说如果消业往生 那谁能往生 所以必须是待业往生 那么有关消业有关待业 那个时候呢 一说分云 那现在呢 这个问题是没有的 没有人再提出这个问题 那如果 做一个结论来回答的呢 不是待业往生 是消业往生 那业谁来消 专成弥多佛名 业不消 自然消 所以阿弥陀佛消我们的业 结论来讲是这样的 那么当初的消业 的提法是 必须自己 业尽全空 靠自己的力量消业 那靠自己的力量消业 可是自古以来 譬如说 静主神弦录所记载的 往生事迹一千多件 还有没有记载的更多 他们难道没有往生吗 其实是消业往生 不是待业往生 那消是阿弥陀佛 为我们消 再问一句 到底业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说梦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有空空无大千 一醒过来的话 无论梦中的苦与乐 梦千连百连的梦 一刹闹间就没有了 那你说梦中的善业 二业到哪里去了 到哪里去 本来是空档 你说有一个东西 然后又到哪里 时间也好 空间也好 都是我们环夫的妄想 大家细细细思维 到底有没有时间 根本都没有时间 也没有空间 空间哪有什么距离呢 还有万物 万物有差别像 那是我们环夫的怀恼 如果真佛性佛的眼光来看的话 哪有所谓的万物 它都一体性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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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VCR理论根据 当然理论根据 我们这一套书多看 好 好 海灌 Brooks 匡 ,